两个陌生人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衣服 要如何在野外求生 同时要面对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打击 坚然生存21天 今天带来史上最刺激的生存节目 原始生活21天 第一季第四季 哥斯达利加位于中美洲 地形多山 每年降雨量超过5000毫米 是全世界物种数量最多的地方 是130多种蛇的家乡 其中包括有致命的毛头腹 本期挑战开始前 节目监制史蒂夫到现场勘察时 就被一条毛头腹袭击 立即派直升机送医抢救 在注射抗体和几次手术之后 才勉强活下来 这件事并没有让本期挑战者退缩 谢恩40岁 来自康涅狄格州 是一位环球旅行者 金姆22岁 来自明尼苏大州 是一个充满自由精神的学生 二人在入选过程中 都经过非常严格的体能和心理测试 谢恩的PSR是7.6分 金姆的PSR是5.8分 这对相差18岁的谢金组合 初次见面就坦诚相见 自然有些尴尬 赶紧通过交谈 跨过这道障碍 相互认识之后选择工具 谢恩拿了一个打火器 在潮湿的丛林环境中 是很正确的选择 那金姆就挑把砍刀 当作硬性工具 最后还有一张简陋的地图 他们需要穿过一片浓密的丛林 在河床附近 找一个适当的地点扎营 然后在第21天 到达河流下游几公里外的瀑布 这里就是他们的安全撤离点 确定了任务目标 谢恩通过阳光 判定方向后带头出发 一路上植物的种类和密度 让人吃惊 必须非常谨慎才不会迷路 还得看着点脚下的虫类 被切叶仪咬到 也就是腾一下 要是被毒物咬到 那可就糟了 粗心的金姆 刚刚从一条毛头腹上迈过去 想好这家伙在休息 否则节目到这里就得结束了 下午两点半 二人听到了水流声 从一个很陡的斜坡上下去 水流出现在眼前 顾不上欣赏美丽的景色 谢金组合必须找到 合适的地方扎营 金姆找到一处不错的空地 但要在此处落脚 必须远离地面 方法就是利用植物 搭起一个高床 完事后用打火机生火 直到现在所有事都很顺利 使得这对搭档非常开心 谢恩喜欢称呼金姆为小孩 金姆并反感 有一位父亲般的大叔 当精神依靠也挺好 不过好景不长 雨水伴随着黑夜一同到来 这种气候 在哥斯达利家雨林很常见 又湿又冷 是他们要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临时搭建的棚子漏水 谢恩以意志之力 担负起了修复的责任 金姆要做的就是 尽量把火生大些 好让搭档能够暖和一些 随后拥有树枝 编织两条内裤 手工活相当不错 然而更大的问题来了 他们要用什么来补充能量呢 大雨下个不停 根本没有机会去找食物 年轻的金姆情绪 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好在第五天 太阳终于出现在头顶 这是捕猎动物的好机会 趁他们晒日光玉的时候 出手成功率极高 这个任务就交给金姆了 谢恩负责让棚子更软和结实 陆地和空中的动物 基本是捉不到的 金姆改变策略 从水里入手 他变了一个捉鱼篮 还在水里找到一件破衣裳 不过并没有穿 而是丝成布条 配合捡到的废铁 做成钓鱼工具 可惜短时间内并没有什么效果 持续不断的体力工作 让谢恩非常虚弱 精神状态极其之差 如果再没有能量补充进身体 他们肯定是活不下去的 第九天 谢恩决定进入雨林寻找食物 他发现有个囚鱼的洞 在洞口放一片叶子 两天后再过来看 有没有被洞过 就能确定里面是否有囚鱼 随后在一个烂树里面 发现一条腹头蛇 这次谢恩没有逃跑 而是决定干掉它充当食物 进攻的机会只有一次 就连树上的猿猴都紧盯着下面 不敢大声喘气 只见谢恩瞅准时机 速度飞快的 用树枝戳在舌头上 再用另一只树枝 猛击七寸将其干掉 狩猎成功了 直至回到营地 他的心还在狂跳 本以为金姆能非常开心 结果这小丫头来了剧太小了 让谢恩很是不爽 那剥皮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反正也不大 烤蛇热的味道相当不错 就是分量太小 所以第二天 谢恩决定干点大事 金姆到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的话伤了人心 坐在石头上有些不知所措 谢恩这次的目标是一头野猪 这个胆大的男人 想以自己为诱饵 可惜还没到地方 就重重摔了一跤 这下对他的打击无比严重 好不容易盘扇着回到营地 金姆接下来的话 又让人心一凉 就为了抓这么小的野猪 还受伤了 甚至还怀疑谢恩在夸大其词 这种搭档 舒适让人有些无语 第十四天晚上 金姆山子离开棚子 出去溜达 也没有告诉睡着的谢恩 结果火堆没人照看 烧成了一道火墙 险些把谢恩烧死在里面 火灭之后 他都还没有说什么 反倒是金姆提出不想留在这了 见谢恩懒得理他 便自己到河边晒太阳 无意间看到一只乌龟 赶紧下水将其抓住 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 谢恩依旧因为 棚子被毁的事在生气 不过就是论事 金姆找到食物这件事 他还是很感激 食物让二人的精神好了许多 之间的隔阂也消除不少 但没想到刺着 金姆就开始上吐下泄 仿佛身体想将一切排除体外 这是食物中毒的表现 如此一来 所有任务都交给谢恩了 收集木柴 照看火堆 搭棚子 寻找食物 他自己都不知道 是怎么熬到第19天的 金姆的身体终于开始恢复 考虑到自己疲惫不堪的身体状况 谢恩打算第20天 就开始向救援点赶路 先争取到800米外扎营 第21天再走过去 金姆赞成这个提议 救援点以一条瀑布为标记 沿着一条很深的石头床 蜿蜒曲折 在东南方向的几公里外 体能严重透支的谢恩 连正常走路都成问题 这也让她的情绪愈发暴躁 但面对楚楚可怜的金姆 盗嘴的丧话 也变成了不痛不痒的几句牢骚 在临终的空地中度过一晚后 第21天一大早 金姆在身上涂上了21道符号 证明自己坚持过了这次挑战 还挺有仪式感的 谢恩则更为虚弱 每走一步都要哆嗦半天 这是这几接下来 安哥见到的体能消耗 最为严重的挑战者了 几百米的路 走了足足多半天时间 心心念念的瀑布 终于出现在眼前 救援直升机的螺旋降声 仿佛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传入二人耳朵 现金组合激动的拥抱在一起 不论这21天经历了 如何不开心的事 在这一刻 他们彻底升华了 21天的原始生活 谢恩一共瘦了20斤 金姆瘦了12斤 生存专家重新评估了 他们的生存分数 谢恩的PSR从7.9 升高到8.4 金姆的PSR也从5.8 增加到了7.8 这次经历证明了 金姆和谢恩 都拥有以原始方式 生活21天的能力 接下来让我们期待 下一期又是谁 来参加野外挑战吧 他们又会面临怎样的困难 能否野外生存21天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